阿梅老師 拿中指揮命格的女人 她容易被惹毛 翻臉 OK 今天我們要看的是夫妻宮 另一半被惹毛這件事情 所以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是看夫妻宮 夫妻宮就是我們命盤上面 你另外一半呈現的位置 那上面會寫些什麼呢 就會寫些她是什麼樣的性格 什麼樣的個性 甚至她對你來說有什麼樣的點 會影響到你 我們先看一下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如果你在夫妻宮上面 看到了秦陽這顆星 剛好兩位來賓都沒有遇到嘛對不對 好 先解釋一下秦陽這顆星 如果你的夫妻宮上面有秦陽 代表的意思就是 對方是一個拿著一把刀的人 而這把刀當然不是真的刀 這邊刀的意思就叫做 他很有自己的企圖心跟想法 而這樣的企圖跟想法會展現在你身上 因為夫妻宮是對待關係 對方怎麼對我 我看到他有一把刀 就代表說他時時刻刻 對我來講都是一種威脅 那用什麼樣的方式威脅 舉例他很自我 他有自己的節奏 他要做自己的事情 他完全都要以自己的角度為想法 所以我就覺得 我容易抓狂啊 因為我想要的東西你不給我 但你想要的我又要配合你 所以秦陽出現在夫妻宮 就容易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三名 那當然第三名聽起來很可怕嘛 我們前面還有兩個名次嘛 所以我們還要看一下 這第三名中 其實還好 當然希望都不要中啦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是我們的陀螺這顆形象 夫妻宮上面有陀螺 會怎麼樣令你抓狂呢 就是他有一個他自己的規則 但是他又非常固執 但他感覺他又順從你 也就是說陀螺會有個毛病的特質 就是說他感覺他有自己的想法 你現在說的是他的毛病 還是他老公毛病 他老公毛病 他老公毛病 對 像是國華老師 也就是說陀螺在夫妻宮 就是我看到的這個另外一半 他很有自己的原則 他非常的傳統 他非常的固執 他就像一顆陀螺一樣在原地打轉 但他概念就是 我只要想碰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會痛 他那個風會先出來 他會先影響到我 也就是說我無法改變他 陀螺有個特點就是 我的習慣很難改變 我的狀況很難去調整 甚至是我自己會一直在原地 不斷的執著跟重複 所以陀螺有一個重複的含義 但夫妻宮會抓狂的就是 因為他一直重複 結果我會覺得說 好像敲不行 好像打不行 好像覺得說 我不管講什麼 你都會在原地一直轉 而我們剛剛有說嘛 讓Ivy姐自己會怎麼樣應對 像Ivy姐的命宮 命宮上面是不是有個秦陽 是是是 所以通常這樣 秦陽是一把刀 也就是說 Ivy姐其實是一個 不甘示弱的人 所以秦陽跟陀螺 就像一把刀 砍著一個 一直不會停下來的 戰鬥陀螺 所以他們屬於硬碰硬 所以所謂硬碰硬就是 你看這把刀不會退 陀螺也不會退讓 所以兩個人就叫做 你打我我打你 但兩個人還是維持自己的節奏 我通常會建議 如果是這樣子兩個的相對應組合的話 如何建立溝通模式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秦陽陀螺有自己的溝通模式 他們什麼模式 他們的溝通模式會在於就是說 兩個人其實都知道彼此的底線 會知道對方怎麼樣順著毛摸 但有個重點 秦陽跟陀螺合在一起 陀螺是逃避型的 秦陽是攻擊型的 真翻臉 真生氣的時候 陀螺是會讓的 陀螺會退開一下的 好美喔 對 也就是說這個畫面感 如果是國安老師跟IV姐一起的話 對 陀螺就會原地旋轉之後 發現這個刀我閃不掉了 那我就假裝停下來 要不就我自己飄走 好像是耶 就要飄走 是是是 對 所以陀螺終究是一個 最後會讓關係趨緩於平和的一個關鍵點 贏了贏了 就真正厲害的是講 謝謝 謝謝 而陀螺是屬於那種比較忍讓的角色 但是會有自己的堅持 所以他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二名 會讓另外一半抓狂的特質這樣 是 OK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我們 如果你夫妻公上面是有火星這顆形象 剛好你看你這邊是 夫妻公是有火星的這顆形象 看你們這樣是誰贏誰贏 看你們要誰贏 很重要是不是要看誰是誰贏 我先解釋一下火星 為什麼火星是第一名 而不是秦陽跟陀螺 其實大家都知道 秦陽陀螺在兇性上面是比較兇的 但火星是屬於那種 有的時候不按牌理出牌 也就是說很突然 脾氣很突然 做事情很突然 自己的想法很突然 也就是說 會讓另外一半覺得說 我抓不到你在想什麼 你突然就想做這件事 他當年就是這樣才嫁來台灣的 所以他爸媽瘋了 你怎麼嫁那麼遠 對也就是說 從李星姐的夫妻過來看 就是說 適逢大哥是屬於那種 自己突然有想法的時候 就會突然想要做 我想要這樣 我想要那樣 所以會讓他覺得有時候 無所適從 而且概念是火星的火 一旦燒起來 就很難撲滅 所以就變成 他一旦想要做這件決定 我想補土 我就要做這件事 我想到了我就要做到 我想到了我就要完成 所以那一般覺得說 我好像很難去駕馭你 我好像很難去抓住你 甚至你下一步要幹嘛 其實我不太知道 他會有這種感覺產生 所以夫妻會只要看到的火星 相對來說 就會覺得自己的壓力比較大 你會覺得我跟不上你的節奏 而且我好像必須要照著你的節奏 你的節奏就是總是我的節奏 但我又不想理你 會造成這種互動關係 所以相對來說 它是第一名的原因就是因為 會讓另一半覺得 那我到底要怎麼做 你才可以跟我配合的這種感覺 那到底誰輸誰贏呢 你會發現呢 李星姐的命功 它其實是天機跟天良對吧 它有這兩個形象 這兩個形象是最有智慧的形象 也就是說 它不會硬跟你來 它會去看 它會去抓細節 它會去抓 我到底怎麼做 可以讓我全身而退 但是它的狀態是 在這個狀態之下 它在跟士風大哥互動的時候 它會先看 這個人到底在抓什麼狂 然後我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安撫這個點 也就是說 李星姐的狀況是 她很會看臉色 她非常知道 現在我做什麼 她其實是會被我安撫下來的 但如果現在做什麼 一定會有事情 所以 雖然她剛剛有說 她怎麼這樣 我就這樣很煩 她只是講一講 但其實現實狀態的 她還是會往後退 也就是說最終的狀態是 李星姐對到士風大哥 是會往後退的 她會覺得 我可以用我的智慧去判斷 我不需要跟你做 這麼多的對抗 但是我必須要讓我自己的 心理很平靜 所以我才會用我的方式 去完成這件事 以退為進 我教你一句台灣的禮語 老師教我的 你對沈士鵬就是 軟手昆滴 對 什麼意思 就是用軟的繩子 綁那條豬 這繩子是軟的 但是超有用的 對 老師分析得很 是這樣子的 對 魔鬼都在細節裡面 我很知道她那個點在哪邊 我把她抓了牢牢吃得透透的 對 你知道什麼時候都該說 什麼時候不該說 所以李欣姐是非常會看場面的 我該講就這樣 不該講我就退 我沒關係 可是李欣姐的概念是 如果她脾氣一來 其實士風大哥也擋不住 她的概念是這樣 就她如果一旦這樣 我要做些什麼 我要講的時候 她講話是非常直接的 就一刀 可是看她要不要 但大部分時間她會屬於自保的狀態 會讓自己比較平和過去這樣 漂亮 又贏了 兩位這邊都是你娘家人 都是娘家老師 有事請回來問 好不好 老師送我一半 對 他們夫妻啊 這個相處雖然有時吵吵鬧鬧 但是還是很愛對方的 問李欣 說你對老公其實超好 就像老公 老師剛剛講的說 不是軟手勾地 是軟手勾地 這樣 所以妳對她超好 我覺得我覺得對她 用盡了心思了 怎麼講 因為我之前嫁給她的時候 其實我才大二學生 後來嫁給她之後 剛開始也沒有工作 對 當我人生有第一份工作 拍第一檔戲賺了錢之後 我想說我就拿我的錢 送一個禮物給她 因為之前花的其實都是爸爸的 跟她的錢 對 沒有用自己的錢買過 不是自己賺 對 不是自己賺 我總覺得你是拿人 計畫幸福的感覺 拿爸爸的錢送老公禮物 拿老公的錢送爸爸禮物 搗來搗去 對 所以 在當我賺第一筆錢的時候 我就跟她買了一支手錶送她 然後買了 因為我第一檔也沒有賺特別多 所以我買了這十幾萬的手錶 當我拍第二份工作的時候 我又賺了錢之後 就送了她 對 二十幾萬的手錶 但我現在有點後悔了 但我現在有點後悔了 起步價太高 現在一直不太敢收禮物了 對 所以我覺得她還不錯 因為我拿我收入的幾乎 你知道還蠻大一部分去買禮物 去討好她的關係 因為她也知道 我覺得禮物是小 但其實就是 心意 心意 看到你的用心 對 你說她常常 她愛講當兵的事 對 所以你就幫她辦了一個 對 我覺得送禮物是一方面 還有一種禮物是花心思的 對 除了花錢的 我還有送花心思的 對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一次 她在整理一些舊的相片 然後就有很多她當兵時候的照片 然後當兵是在金門當的 你們也知道 我們男人到那個歲數 都很喜歡講當兵的事情 對 很奇怪 對 然後我就 我就馬上感覺到 她好像很想回去走一走 剛好她快過生日了 所以我在過生日之前 就秘密地安排了一下 她過生日那個時候 直接帶她飛去了金門 你帶她飛去金門 對 我偷偷買了機票 然後我還聯絡她在金門的學長 當兵時候的學長 跟她那個時候 金門當地的朋友 然後幫她在金門 過了一個生日 在金門過生日 嗯 很有心吧 然後她見到很多 就是很久沒有見到的朋友 就當時當兵時候認識的朋友 然後陪她去走當初的路 然後吃當初她喜歡的那個餐廳的東西 這樣子 就是故地重遊的那種感覺 她有很感動嗎 當然 這很不感動嗎 這應該透枯流涕了吧 感動也要演很感動 但是我覺得她 她對我其實也不錯 我覺得 她對你怎麼好 我也是很吃 就是用心思的那一套 比如說有年生日的時候 生日之前我剛好看一些照片 就突然看到一張很美的那個風景照片 是一個歐洲最美的小鎮 叫哈斯塔特嗎 就是它是什麼 全球十大最美小鎮之一 在奧地利 對 然後一個很有名的小鎮 她說 我不知道 說這裡好漂亮 好像先進 對 然後她都記在心裡了 等我 下個月我就出現在那邊了 哇 是不是 女生就會也很吃這一套 就會覺得 哇 她就馬上帶你 不遠千山萬雪地飛過去了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吃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心向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出官方粉絲團 請訂閱 請開啟